電商營收千萬,偷學贏家真本事 四年前補習班老師劉啟任 為了收拾朋友不要的甜點店 捲起袖子,自己做甜點 現在每天只開放一小時取貨 粉絲人數卻破五十萬 年營收超過四千萬 你只會做甜點,你不能開店 你這做得好 多少名店好吃可是倒了 像一堆中菜館都是啊 前五分譜攤商流幾遠 也像無數電商一樣雄心勃勃 想要大賺網路財 但因為電商惡性競爭 慘賠三千萬 廣告費大概每個月 那時候最少一個月也是破百萬 現在他轉型賣低卡餐 創下月營收三百萬成績 我在看未來的網路世界 只有好的產品它是可以活下去的 網路趨勢難檔卻僅少數能獲利 超過六成的電商根本賺不到錢 一個你說產品夠好 OK,因為我產品夠好 所以我可以去要求客人 要求客人只能這個時間來拿 在網路上生存 我覺得基本上 產品本身要好已經是一個基本的事情 行銷手段靈活的劉啟任 抓準送禮者的荷包 我覺得要用FB的宣傳 很大的一個致命點 就是其實它裡面 不是說可以選興趣啊 選年齡啊 那個分類其實是假的 台灣人真的會編輯它的人太少 無數電商靠網路翻紅 但新技術不斷出現 在FB裡面 你放一支YouTuber的影片 你直接點它可以在FB裡面 直接產生一個直接購買的一個動作 你能不能去理解這東西 而不能活在過去 除了品質、行銷與技術 人氣電商不只靠運氣 還有更多的實用心